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设计你看到这是一个阿根廷的设计师 阿根廷的 然后呢 就是在这里刚刚的完成直播 因为这些都是临时的 今天这都是临时的 未来的将有十几个摄像头会在这里 都是那个机械人控制的 都在正在加工中 这个是爱马仕的家居生产厂生产的东西 这背面是这个红的爱马仕的皮子 看到这个铜的这个 他才看到这个铜的这把手 应该都运输当中 都给伤到了 然后呢 这套家具是我记得我还发过推特 说当时这个在伦敦的 苏式比拍卖的 然后这里是 很多摄影师放的东西 这是莱卡的相机 这相子是这么给扔在这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今天和班农先生做的这个地方 未来整个这面墙 全是八口做的高清的电视墙 现在是做一个 用一个8K的电视 先暂时代表 写代替放这了 然后今天这个是一个控制台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今天翻译奶奶做的地方 然后呢 这是对面的这个 这是一个背录相机 一个摄像机 一个录的摄像机 然后是这个样子 然后 大家看到了现在 这个上面 这个现在的这个 总共的七层楼 大家可以从这可以看到的是 一 二 三 二 三 三层楼 希望有更多的 未来会有很多战友们 要到这里来直播 要到这里来直播 这太有意思了 这个太有意义了 所以未来这个直播的地方 是战友们来到纽约 要爆料反帝盗国贼 我们要把很多新疆的出来的朋友 西藏出来的朋友 都有很多人跟我们在联系 我们未来会把他们请到这里来直播 然后甚至把直播室交给他们自己来直播 不要说控制了 就绝对不允许 有半点影响 这个地方将是中国人 发出最真实的 最强有力声音的 能和西方媒体沟通的 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的重要的核心区域 有这么一个独立的七层楼 防弹玻璃最现代的科技 大家看到这个后面的都是这个高科技的 所有的网络 网络的这个线布置 所有这个地毯 这都是暂时的 当然也很贵 这也花七万美元的 这地毯 所以说 这个地方未来做完以后 是世界上最高级的 电视直播 反共爆料 中国人在海外可以信赖的家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广说不行 还得看结果 这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亲爱的战友们 记住 纽约有一个你们的家 纽约有一个你们的家 特别是给法治基金 捐骨侃的人 更要记住 这是你们的家的家的家 更重要了 更重要了 这个楼上的绝大部分 都是法治基金用的 现在所有的钱 都是由我来垫付 法治基金一分钱 也不能动 这都是 全都是文贵 文贵筹的钱 不是文贵的钱 文贵筹的钱 跟任何人没关系 就是 要彻彻底底的 把共产党灭了 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可能 任何人都可能在曼哈顿 拥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的楼 我们本来就应该拥有 本来就应该拥有 亲爱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无限的美好 我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的楼 我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的楼